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婚也快要4年了 准备给她一个行程跟一些小惊喜 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 厂商给我们试驾Volvo的车子 所以想要开这台车带柚子去趴趴早 刚刚很早起床把我的礼物放在后车厢 然后今天的行程在每一个选择的环节 我就会给她来一个支硬币的 旌旗二选一 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等一下去找她 直接跟大家讲就好了 懂吗 要不要吃一个 吃一个 吃起来啰 你在干嘛 有备话装出门 在这个 在这个 Hello大家 我是柚子 今天不是一般的约会行程 有两个惊喜 第一个惊喜是我刚刚已经去拿到这个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开特别的智能科技车出去玩 但是不能随便给你玩 所以我们有准备一个小活动 就是惊喜二选一 你要骰硬币 正面跟反面会造成今天行程不同的结果 也就是今天去按摩啊 或是今天去泡温泉 或者是直接骰到一个今天在家工作的 不要 第一part的那个选择 这种双双双准备也有的没了 很厉害吗 反正你今天的所有行为 要按照命运之神给你的指示 请给我一个幸运的 在你家工作 不要 在你就是赌场被他赶出去 吃吃反面 你今天的服装要么就是给联盟决定 好了啦 什么鬼啊 我不要 好我们进去下个环节 GO 怎么做第一步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省人的一天了 你很烦欸 快点 这是我们的刷毛棒 刷眉毛的哦 直接这样沾啊 不是 好你涂防晒乳是一样的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整个节目 你可以信心一点吗 画眼线 哇这个我最喜欢的 哇 你这样不要 吵架 不要吗 好美哦 好失败哦 我涂那么多啊 好啦 这个沿线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蛮有韩国人的view很可爱啊 到了吗 就是这台灰蓝色的休旅车 瑞典北欧风 来给你一个钥匙 你可以直接去开门 不要按东西 直接打开就好 因为它会感应你身上有钥匙的人 好天然哦 可是今天你不能坐这里哦 你要驾驶 又要让你体验 所以让你开一下比较好 好吧 瑞典国宝 VOLVO Cars 他们的车子很特别哦 就是他们屁股 这个车身是一个斧头的形状 你有看到吗 因为是围巾人嘛 围巾之斧 所以在路上只要看到车尾长这样子 就是VOLVO他们家的 一看屁股就知道 就是我们自家人 车头也是有一个雷神之锤 VOLVO的车很特别 就是车尾跟车头都是代表这种北欧的象征 很有设计感 继澳洲之后 第二次来开休旅大车 很棒 我来让你体验一下 你先踩一下刹车 好 那看直接转这个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 有没有 因为这是油电双冷车 所以刚刚我看开机的时候 车子都没有震动吗 没有 而且椅背突然有一个舒服的感觉 出发之前 我给你介绍一个 这个车子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这个车载系统 他们是跟Google共同打造的 这个车界首创 也就是那一件Google在里面 按地图之后啊 它就出现我的大头 那它登入我的账号 其实它有所有搜寻的记录之外 还有我之前储存的位置 很多人都会喜欢在Google地图 增加一些他们收藏的餐厅啊 或是公司住家地址 全部都可以找到 你现在手机直接搜寻 你就按开始导航就好了 这里 逸文特区 好你再慢慢取消 你看 它就会出现逸文特区了 你刚才是搜寻果果 搜寻两个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导航 导航之后 你的车子前面的这个地图 你就会直接出来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给副驾看的 驾驶池应该要看这个 它会比较专心在路口上 那我可以操控 我就是改地方啊什么之类的 那边就跟着调整 这样才不会你开车的时候 还会分行 要够了吗 对出发了 好 我要先放一下P檔这个吧 没错 这个好酷哦 这是一个水晶排檔 升级版才有的 一般来说你不是要这样卡一卡去 左右卡吗 它这个只要前后 然后你在搬的时候 银表板上都会有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就是手摸它 眼睛这样看前面 所以我只要推就好了 对它就到D 对不对 从P到D 你如果要P檔的话 直接按一下就好了 我就专门按一个键 提醒你就是 我要准备下车了 这其实也蛮好的设计 好我们现在可以准备 离开停车格 好 哇它前面有一个这个 告诉我前面哪一个路要左转 这个就是一个HUD的 图形化抬头显示 它除了出现你的时速啊 道路的限速 还会把Google地图的 这个导航资讯给你 它有中文字超酷的 然后旁边有限速 下来写什么 现在是告诉我 限速50 何速是准备启动 专心驾驶的时候 其实就是看那个 图形化的显示界面 驾驶这边都不用去控制这个地方 它只要专心看它的仪表板 跟它前面那个 疲劳感会降低很多 就头可以不用一直晃来晃去 再来要介绍一下这个 车子的驾驶模式 Hybrid就是算自动 就是油电混合可以一起 它还根据你的状况调整 Pure的话 其实就是纯电 它就很像那种电动机车 那种GoGoro啊 会更安静这样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震动 就是它会根据你的状况 其实你要记得一个八字证据 高速用油 低速用电 所以我现在要用电 对 因为现在你看台湾的城市 就是塞成这样 不可能开很快啊 那如果像高速公路 你常常维持90公里 或100公里的时速 它其实就要用油 才会更省那个能源 所以你可以在城市的时候 把你的电量耗光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如果到高速公路啊 或是山路的时候 可以透过不同的驾驶模式 把你的电回充回来 所以不一定要去充电 但是充电哦 开车可以帮你充电 我觉得这台车很酷 就是这个 PHAVE 油电双人车的一个特别 市区简单试驾完成 等一下要上高速公路了 地图在前面真的很方便 我就不用一直这样斜斜的看旁边 不然我每次都会 很害怕我看在旁边的时候 然后前面有什么状况 在下个电影之前 我们还是要玩我们的硬闭二选一 去哪里也要选择 往北边或往南边 1 2 3 冒险之旅 GO 叮叮 头 正面往北边走 往北边 准备出发 好笑 出发 那我们现在到了高速公路 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这台车的第二个比较酷的驾驶功能 它有定速跟那个辅助驾驶系统 好你现在可以按一下你左边那个控制键中间那个 按了之后你的仪表板上应该会出现一个 黄色的 对 然后现在是89嘛 你可以按上 把它调整成95差不多 你就会放掉你的油门 你就只是双手控制双向盘 然后就可以不用踩油门 油门它会自动把你加到你原本的定速 更特别是有一个车距系统 你可以调整你跟前面的车距最远 中间远 还是一点点远 好棒喔 我脚可以这样子比较轻松的放 对 清晰放在刹车上 就可以脚不用一直踩的油门 这是可以自动控制跟前面车距的 ACC主动车距系统 然后还可以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压到那个白线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一下让你把它拉回来 对不对 有感受到吗 有啊我刚刚插一点压线的时候它就会亮灯 高速公路就是驾驶可能一两个小时 你就比较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全程灌注然后很疲劳 我现在感受到 就我刚刚有调整间距只有一个嘛 所以你看它现在就快要接近的时候 我的方向盘它就会有一点停的那种感觉 好酷喔 好像有人在帮我驾驶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只要控制方向盘跟煞车 好前进福隆咯 我们刚刚决定往北边要去福隆 我们现在抵达福隆车站了 上一次来福隆好像已经是国小国中的时候 然后我刚问雷蒙有没有来过 他竟然也说从来没有来过福隆 其实我有点忘记耶就有点没印象 看到这个车站的时候感觉有点陌生 那我现在可以吃福隆便当吗 我知道大家都听过福隆便当 但是刚刚有记得我们的小默契吗 就任何的选择之前都会经过我们的 星期二选一活动 有一个选项一定是便当 才怪你怎么知道 不然欸你要不要 自己煮菜DIY去补鱼啊 决定你未来的方向 硬币之神请赐给我一个便当 嘿 是什么 白面 小吃摊饭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边的各种便当店 好像都算是摊饭 所以可以自己选一家是不是 对好自己选一家 那我要吃这个 来了 顺便买了隔壁才是阿斯玛的死花筒 我来喝喝看这好不好喝 那我喝了感觉你会喜欢的 这很怀念以前小时候吃什么 史上便当都买的 一盒八十块 其实很便宜吧 北部这个价钱 我记得以前好像五六十块就买得到 没办法物价在涨 幸福小约会第一餐 简单好吃 等一下要去哪里 我觉得想要干嘛 我说了之后就说不行 很巧妥 我们今天吃完饭等一下再决定要去哪里 好 待会见 还有吃饱吗 没有 感觉可以吃三个便当 蛮好吃的啊 所以你现在要带我去哪里 我不知道我们就乱晃啊 不用每件事情都有计划好不好 好走走走 说不定有发现一些新的小宝物 我怎么觉得你想要找什么第二家吃的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不然这边只有便当了以后 这样子才很失落 好我去前面看看好了 汆烫小酒 不能吃东西越下雨了 结果我们现在要先回车上 因为雨实在太大了 快点跑 拜拜 好过啦 有一个人现在很难过 怎么了你的行程都被打乱了吗 难过到只要啃方向来 他说这是无毒的可以啃 就是小孩子吃到也不会怎么样 那个旌旗二选一有一个好不能选 不然你要变成洛汤鸡 那个是比较户外的行程 热血两轮峡是什么 骑脚踏车喔 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去福隆有一个新开的星巴克 耶 所以我们要去星巴克吗 其实两个都还蛮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星巴克了 那这个就是星巴克啰 去里面喝咖啡避雨 走吧 刚刚我们在上车之前 有先用远距遥控开这个空调 但其实这台车不只是远距遥控可以开空调 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个室内的空气清净系统 它叫做Clean Zone 可以让你的整个空间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上面是写所有国际级的认证 就可以消除99.9%的PA2.5的有害物质 就像一般的车子 它们的空气是内循环 因为它们觉得外面的东西都很脏嘛 你外面空气进来之后 像我们在澳洲开这个车子前面是沙石车 一堆成土飞扬的时候 我们离开内循环 但这台车因为它的空气清新系统是非常好的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开外循环 里面的空气经过了它的过滤系统之后 变得更干净的空气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里面的空气是不断的在唤新 就是它们促达这种 让你的空气像北欧一样纯净 这台车还配有全景式的天窗 分成两段式触控 第一段会把遮阳的地方给它打开 第二段会直接把整个天窗 就是外面看得到的也直接打开 第一层是我们可以采光嘛 第二层就可以让外面的空气啊 或是你想淋雨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打开 那你介绍这么多 现在换你驾驶了是不是 我都不用自己体验一下吗 我终于可以坐在副驾驶了 那我要睡觉咯 可以比我聊天吗 我可以安心把车子交给你吗 没错因为等下下一站只有两分钟 好讨厌喔 拜拜 其实这台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很适合长途旅行 为什么呢 可是但这件事情 因为我只开两分钟钟的不太准 因为我只开了两个多小时 有些人会说开太久 腰酸背头 你有这种感觉吗 不会啊 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我觉得这个座椅 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会发热 我好喜欢这个发热功能喔 对 它有一个屁股吹风 你可以在那边设定 不止冷气从你的前面上 坐垫是有孔洞的就是很透气 所以它可以吹风出来 也可以吹热的 让你的屁股加热 很像是电暖炉在你的屁股底下 VOLVO其实非常看重它们的座椅 透过这边的电动式有三段调整 第一个是你的腰靠 就是你那个包覆度是可以紧跟松 然后你的腰的高度可以上跟下 最重要的特别是 你的大腿是可以前跟后 根据你个人的各种身形 去调到你最适合的舒适度 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 它旁边有一个M1-2 记忆功能 比较这台车是我跟你一起开好了 可是我喜欢的 跟你喜欢的绝对不一样 所以每次你上车的时候 你就在那边调半天 超浪费时间 这个很棒耶 这就是升降桌 所以一可能就是柚子 二就是雷蒙 一上车 我看二它就 一直就变成我要的样子 不管是驾驶座还是副驾 都有两种一跟二的设定 很适合现在这种 男生女生都会互相帮忙开车 上车换了一下的时候 你下车换的时候 你就会儿子 关于长途旅行的两个特色 刚刚第一个讲过是椅子嘛 就是让你很舒服 或想要睡觉 或是让你屁股烘干 第二点其实就是 不让你睡觉 也就是音响系统 我自己其实很喜欢B&W的品牌 但是平常真的太贵了 家里面一直很想要有 但是没有 可是我们可以在车子里面拥有 这一台是配备 可以B&W的环绕式音响 在整个音响的设置界面 你可以设定你的环绕的强度 环绕的影响范围 甚至还有不同种空间 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驾驶座这边 音响听到的声音 可以跟副驾驶座这边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后面如果做了一些朋友 他们想睡觉 你可以把他们音响关掉 只听在前面 很神奇耶 就是不管是前面驾驶 还有前面有一颗 最主要的 然后后面所有的乘客位 也有两个音响 可以有那种开趴模式 就整车一起很High唱歌 或是驾驶一人开车 其他睡死模式 就拜拜 我们去睡觉了 所以这影响系统真的 蛮深得我们心 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是长途旅行必备的 一个是椅子 一个是很影响 来到我们的海边星巴克了 好大一间喔 原来这边有这么大的一间星巴克 没错 这个是全台首座海滩星巴克 可以看海的 而且听说是去年才开幕的 哦 我就想说为什么之前来福隆的时候 都好像没有人讲过说 这里有一间星巴克 它四面都是玻璃 可是很早就关了 好像六点就关了 其实快没有雨了 你看 所以我们可以去骑衙车了 不要 骑衙车 不要 平常喝太多咖啡 运动一下 还有雨啊 走了 我觉得这个行程蛮好的 点了一个司康 还有一个超大杯的拿铁 现在其实已经出太阳了 可以去骑衙车 其实这里蛮好的 因为四面都是玻璃窗 然后外面就可以看海 也可以看到一些之前半沙雕节的沙滩 还蛮放松的 反正就是这个星巴克 设计的蛮好 很多的这种圆角矩形的设计 我最爱的葡萄丝康 那是葡萄 葡萄干啊 加热蛮好吃的 肉贵丝康 不要 肉贵的 这真的是很好吃 原来西巴克这么会做丝康 原来最好吃的丝康 原来最好吃的丝康在星巴克呢 对啊 为什么澳洲的丝康都比较难吃啊 对啊不知道 就很硬 这个有这种软软的 还有微火夹热 每次到星巴克 就会翻这个韭菜墙 为什么这里芙蓉 然后有西门丁的啊 因为就是要配点这种观光客 我刚刚有它的芙蓉限定款 这个啊 这个西瓜杯啊 刺刺杯 我觉得这个拿久了手都会痛 就是让你边按摩手指 然后这边真的只开到六点 天都还没有黑 它就要关掉了 看后面的景多漂亮 前面这个女生也蛮漂亮的 是吗 是一个可爱妹子吗 哈啰 准备前往下一个星期二选一了 可以直映边吗 可是现在下的是超大旅 刚才给我打雷 打超多雷 我现在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我下一个行李好像不行 拍了两个 我都知道停电来可以去 那怎么办 好啦 回家睡觉了 看电影 没有电影可以看 好吧 那我们下的 提早 好啦 我其实还要准备一个小礼物给你 所以我们现在去一个 可以开礼物的地方就好了 小礼物该不会也要什么二选一烂礼物 小礼物二选一 如果没选到那个就是我的 这样就要买自己礼物的动力 多是聪明的雷蒙 才怪 所以要去哪里啊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导航给你啊 好 待会见 出发咯 车上的Google地图 除了可以用来导航 还能搜寻周边的充电站 除此之外也可以透过手机 Volvo Cars App 搜寻充电站功能 查找邻近的充电站的即时资讯 还可以做到筛选 慢充快充 或者是选择充电的厂商 后来啊 我们发现IKEA也有充电站 那就直接前往IKEA吧 平常我在副驾的车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一直在开车 然后我要在这边用电脑 不能开灯 怕影响到它开车的视线 可是我发现这台车 超棒的 它跟那个飞机是一样的 就是你开这个灯 它是打在我的这个大腿上耶 就是我的那个阅读区 完全感受不到 它完全脸是暗的 你看到吗 所以不会照到它的脸 也不会照到它的眼睛 所以它不会影响它的视线 重点是我开它的 你看 有没有 现在不觉得这个摄影 画面是非常清晰 因为其实是打在我们的腿上 然后它的脸上的光是来自于腿上的光的反射 所以满适合我们拍摄 而且很适合我工作耶 不然我以前整个都很黑 打电脑眼睛就很不舒服 我现在觉得这台车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灯 完蛋了 很像阅读灯 对 它这个是氛围灯 它打开的时候是那个呼吸的感觉 那你开中间那个我们一起 中间那个 这打到脸啦 这个就有点像以前 对 这就有点打到脸 然后你可以按一键 就可以全部关掉 整个车营造的氛围感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 这点给赞 很多细节的地方我觉得是VOLVO很惊艳我的 揭晓礼物之前 我们要先来充电 第一次来这个电动车充电站 这种PHAVE 油电双能车 进市区的时候最好是使用存电 会比较省油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在山路 开了很多PHAVE档 要不然先解释一下 这台车里面有一个档很特别 叫B档 通常是让你双倍充能 也就是很适合我们的下坡路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在山路的时候 测试了就是 完全把电池用完了之后 让它重新回充 用了这个B档 然后下坡路大概10公里 最后冲出了12公里的电 对 我觉得那个B档很特别 就是它同时是油门 然后又是刹车 可是它就是 当你没有按油门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刹车 一般来说我们踩刹车 是用那个刹车片的来令片 所以你一直在用脚踩刹车的时候 其实很伤 那个刹车片 很容易就会让刹车片失灵过热 所以我们就变成 油门放掉之后 用电动马达的方式 去给它一个刹车的阻力 对 而且你的脚就不用这样 一直切换 切换 因为下坡或是转弯的时候 通常你要一直 盘着那个刹车 现在就很方便 可以直接让它自己走 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下车转弯 就可以用B档 让刹车的那个动能 把它变回电能 让你可以跑更多 当时在介绍这台车的业务跟我们说 这台车基本上 只要一个月加一次油就好 真的蛮方便 就进市区的时候 你就充一下电 例如说来自IKEA就可以充电咯 付款完成 你付了多少 一个小时吗 一个小时 它说还可以回报我的充电进度 就录到我的手机里面 真的假的 就是我们可以进去逛街吃饭 进去逛街吃饭 充电枪插进我们的车子里面 进去之后 车子就熄火了 有没有看到 开始充电 收到一个简讯了 开始充电了 变绿色了 刚刚黄色变绿灯了 所以这边就是每分每秒都会记录 那在充电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准备揭晓我们的礼物时间 好到底是什么 你总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 你要跟我讲 不拔了不拔了 对货对货 快点啦 其实放在我们的后车厢 犯了一整天都没有被发现 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刚刚精心布置的 它有没有圣诞节的感觉 还有我们圣诞节的这个灯是什么 电脑一幕 这是PS5 没有啦 这是32寸的4K显示器 因为其实柚子现在桌上的是27寸 然后解析度比较不好 每次看它打电脑的时候 我都会眼睛很吃力 比较有疲劳感 然后我就把它换了一个我觉得 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 戴耳的顶规的显示器 这不是超重的吗 你都要搬这个搬得非常辛苦 耶 大精细 尺寸器还比我现在自己用的好 我现在用2K的 你看是不是对我们家的小公主很好呢 我不是小公主 我是你的强力伙伴 虽然说最后一个行程 因为下雨前都没去到 那你觉得今天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这个画面应该很像我们去哪里旅行的画面 这个很适合露营耶 旁边那个景色不是充电的话 是一个森林啊 然后小溪旁边有一个萤火 哇就很漂亮 对啊 好啦但是我觉得旅行就是这样 旅途中会发生很多意外 可是那些意外就何尝不是一种惊喜 就是可能下雨啦 或是遇到某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是两个一起发生的事情 虽然今天有一些小遗憾 有些景点根本没有去到 就还是蛮开心喔 今天这个很棒的回应 还有这台很酷的大宝贝陪我们 大宝贝 对对对对 就是第一次体验到Vobo的车子 然后也了解它里面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啊 它有一些我觉得很细心的一些 产品跟一些功能 对 而且我终于可以当副驾驶 大家如果今天看完我们这支影片 然后对我们的不管是旅行啊 还是整台车子的功能 你很有兴趣的话 非常建议你直接去找Vobo的经销商 直接去请他们的业务跟你介绍 它其实有更完整 而且你可以直接体验 真的适合你需求的一些产品 或者是功能的一些展示 真的是背后的理念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希望下一次还是有更多惊喜二选一 下次换他办啦 好下次换后 我把我们骑车 看我们要去哪里玩 柚子如果来举办这个活动的话 可以怎么举办呢 或是可以怎么样整我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好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 好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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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